正還押的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或高等法院基於人道考慮 批准他奔赴桑的申請 一位葉報道 胡志偉由酬車押送到高等法院 他的92歲爸爸上個月離世 今晚在鑽石山殯儀館設立 胡志偉早前向懲教署申請外出參與桑禮被拒 省建議用視像方式 胡志偉批評是對爸爸不敬拒絕安排 他早上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《國安法》指定法官杜麗兵慶取陳詞後 說基於人道考慮批准他外出 胡志偉聽到結果後在善人難話感謝大家 據了解胡志偉要在指定時間 經指定路線出席爸爸的私人桑禮 只准指定人數的家人出席 期間不可以與外界溝通聯絡 出席桑禮後要返回院所 胡志偉因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被控寸 謀顛覆國家政權 另外因去年七一未經批准集結案 在保釋期間未有交出BNO違反保釋條件而被還押 有線電視記者優惠儀報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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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並不改變 有線電視記者 叫你 有線電視記者 感谢观看